这曾经是紫禁城里的运用金砖 为留住祖传记忆 它将如何坚守自己的手艺人生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手艺之玉瑶金砖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这天是窑场烽火出窑的日子 清晨金梅全就离家出了门 当天边露出余杜白 它已经踩着薄薄的尘雾 走向两座冒着淡淡白烟的古砖窑 陪伴着它大半辈子的村落早已搬迁 正等待新的建设 一片废墓库中 只有这两座冒烟的古砖窑仍旧屹立在这里 年身越久 金梅全的砖窑已经显得破旧不堪 然而正是在这形同荒废的古砖中 数百年来一只摇火不振 烧造着一种曾经价比黄金的细料方砖 五百年前 这种细料方砖是皇家御用 曾经漫扑在北京紫禁城 富丽堂皇的宫殿中 而苏州金家 正是烧造方砖的工匠世家 此刻 窑场内灰尘弥漫 异常呛人 金梅全为北京十三陵烧制的 一千一百块方砖 已经到了初遥的日子 虽然经过浇水降温 但烧制好的方砖仍然炙热难当 一块块又烫又重的方砖 在遥工们的手中传递着 这种方砖造型方正厚重 色泽戴清光润 古朴中透着典雅与高贵 尤为特别是轻轻敲击之下 便会发出清月的金石之声 因此 这种稀料方砖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金砖 这两个窑原来是小窑 后来我父亲在提升年代的时候改建了 增大了 以前烧窑里边的窑 皮子全部张满 开始点火之前 他们有一个习惯 是要系窑绳 系了以后 由窑绳保护它 这个窑很顺利的 把它烧好 这两座今天看来 与周围环境极不和谐的旧砖窑 在金家人眼中 却充满着无限荣耀 因为五百年前 就是这个窑口运出的金砖 曾经是大明皇宫 最为喜爱的建筑材料 甚至永乐皇帝 都曾亲封此窑为玉窑 而苏州金家世代繁衍生息的这个村落 也因此得名 玉窑村 但是两年前 因为城市规划的需要 玉窑村已经不复存在 替代它的是高耸林立的居民楼和还未建成的商业街 而金梅泉的砖瓦厂也不得不前往几十公里外的苏州北桥镇 新建的厂区 宽敞明亮 但金梅泉总觉得少了一些祖辈们的痕迹 于是 在砖瓦厂的陈列室里 它把自家世代相传的几块大方砖 摆到了最显眼的地方 这些金砖的侧面都刻有清代光绪和铜质的年号 以及苏州府督造等印章字样 这几块精心收藏的方砖是金家人最为骄傲的记忆 史料记载 清代康熙年间 大清皇帝玄业决定重修紫禁城 而铺制太和殿时所选用的材料 就是这种大块方砖 整座太和殿共铺设金砖4718块 至今虽历经三百多年的岁月磨洗 但仍旧光亮如新 金梅泉的祖宗金祖明 曾经参加了那次太和殿整修的金砖烧制工作 据金家祖谱记载 金祖明十四岁开始学烧金砖 在故宫大修扬中一举成名 人送外号十四金 在清代中期金家凭借着这种质地油家的大方砖 叱咤苏州府 曾经创下连烧41摇的辉煌记录 在下班之后 金梅泉总会到老砖窑 去转悠一圈 旁边的工地不眠不休地建设着 玉瑶村能够证明金家祖辈曾经名震一方的物证越来越少 除了祖宗留下的古瑶之外 就剩下旁边的这座石桥了 听父亲金赵文讲 这里曾经是翻墙往来商谷云集的水运码头 当年一块块金砖就从这里运送上船 然后通过金航大运河扬帆北上的 据有秦辈说船上都有搜索府的那个方号 还有黄旗的那个黄旗 就是看到那个小黄旗呢 就是那个对表示皇上的东西 他们起运起运到每个州线 都有每个州线的那个光纸 来引证送 因为皇上的东西 他们供着来 要放鞭炮什么东西 就我父亲跟我姨 这个故事也是讲给我听的 而金家在苏州的历史 却要比这座石桥更加久远 在一千年前的一个夏天 金梅泉的祖先 就是沿着脚下的这条古老水迈 来到这里的 在漫长的岁月中 他们在玉瑶村里摇火相继 周炉相接 烧制金砖的工艺 代代相传 又是一个清明节 金梅泉和往年一样 带着家人去给父亲上坟 然后他和老伴又专程回到祖屋 去给祖辈上坟 他的父亲金赵文 祖父金云泉 曾祖父金根木 乃至于金家的祖先 金祖明 都是安葬在这里 这里是我的老家 我父母在世的时候 一共有七口人 我们就是离带 就是一秦辈到现代 就是做金砖 卫生 我们离带 秦辈就做这个的 所以我这位是祖传 据说当年一块金砖的造价 高达九千六分白银 相当于一弹大米的价钱 因此金梅泉的家族曾经富甲一方 关于祖先创造下来的辉煌过往 被一代代的口口相传着 一千年后 金梅泉以迥然不同的境遇 又将瑶场搬离了玉瑶村 远眺石桥对岸的金家老瑶 似乎一切都已时过境迁 但唯一不变的是世代相传的烧制工艺 作为曾经皇家御用的地砖 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烧造技法和烤旧的用料 金砖的原料取自玉瑶村当地特有的黄泥土 这种土粘而不散 粉而不杀 被称为邓泥 我们这个土是写的中层土 什么叫中层土呢 就是上面一层的佛土跟杂土要挖掉 实际要挖到那个纯凝土为止 那么挖下去三米以下 三公历以下寒沙呢 土还是凝土 但是寒沙呢 一寒沙就不耐磨 它就松 不能做金砖 在古老的制砖工艺当中 制造一块金砖需要备料 制坯 烧窑 印水等24道工序 这是对于工匠技术 经验 耐心 和毅力的巨大考验 而金家制作金砖的时候 还会特别将原料粘土露天放置一段时间 叫做去土性 然后加入适量的水 将土泡开 形成泥堆 为了彻底清除其中的泥块和石子 还要用自制的切泥秤 把泥土细细地切下来 再用人工反复踩踏 这个过程称为炼泥 可以去除泥团当中的气泡 像揉面一样 锤炼出泥土的粘性 即将即使又要踩透 不踩透里面有气孔 不能用气孔 要保证它没有气孔 练泥的要求 我们要反复把它练透 什么叫练透呢 就是要练到里面没有泥块 而金泥泉当年跟随父亲学习烧制金砖 就是从练泥开始的 1963年 年仅十几岁的金梅泉随父学义 成为这个金砖世家的第五代传人 但当时繁盛了几百年的金砖烧造 已经开始衰落 清末民初时 随着皇泉王朝的覆灭 金砖失去了它最大的购买者 皇家买办 玉瑶村上昔日人生鼎沸的砖瑶 也逐渐销声匿迹 从那时起 金家的生意一落千丈 直到1965年 江南的几座补寺决定修缮大殿 金梅泉的父亲才组织起老瑶宫 又开办起一家小型砖瓦厂 金砖的制坯工艺是金梅泉跟随父亲在老旧的厂房里学会的 把稠密的泥团炼成后 就进入烧制金砖的下一道工序 制坯 工匠们将泥团装入模具内 两个人再次在上面反复踩踏 直到踩石为止 随后 他们还要用工具 把泥坯的表面整理平滑 泥团制成砖坯后 金梅泉会把它们放在室内 应该七个月以上才能入窑 这是金家世代不改的古老工艺流程 把门舱全部要关好 不能吹风 更不能太阳晒 如果说太阳晒 风吹 它马上开了 它一粒风啊 一粒风就不好做 修一修不好 要报废的 但事实上 如今苏州附近的很多砖瓦厂 都已经利用现代烘干技术 代替银干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 是让工期缩短到原来的五分之一 既降低了成本 又提高了产量 但这种做法 却让金梅泉达到难以接受 我跟客户讲 我说我要五月六月 他说我等不及 你三个月能不能交给我 我说三个月交不了 我说皮子不干 我怎么烧 他们说 你能不能给我想象办法 现在可以学 现在你水分把它抽出来 你可以烘 我说我能烘 我干脆做好了 我门舱也不要关了 对不对 然后风吹 太阳晒 不是干得快了吗 我说那个质量不能保证 如果你说干的话 敲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 普通的黄泥 之所以能锻造成 置若金石的金砖 就在于岁月的反复缠电 这个恪守了几百年的法则 金家祖辈相传的独特工艺 在金梅泉眼中 是极其完美的 在他的印象中 自家的老姚用这种方法 从未烧出过品项参差不齐的方砖来 基本上没有吃品 基本上都是好的 敲上去你看 这块是好的 这个更加好 敲上去很甜脆 没有苦苦声 这样的声音 或许是金梅泉人生中最美妙的音乐 但为了留住这清脆的金石之声 金家两代人所付出的牺牲 也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在金梅泉的记忆中 从父亲金兆文开始 他家的玉瑶金砖就经营得十分艰难 市场需求不大 用的人少 我们做出来没用 消不掉 像我的夫人 那个时候有明白教师 她年轻的时候 是25块钱一个月 一年300块 我父亲一年的工资 还不叫我老夫人 在父亲金兆文掌管玉瑶金砖的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已经走了十几年 西方的世界与文化 正深深地吸引着这个古老的国度 以前玉瑶金砖的一大批老主顾 都先后选择了图案与色彩更加丰富的地板砖 作为新的装修材料 更加艰难的是 金兆文始终恪守着古法制砖的漫长周期 头一年订货 来年取砖 是金家研习了500多年的规矩 但在当时 很多人都愿意退而求其次 去购买那些经过人工烘烤 当月就可以拿到成品的方砖 毕竟金砖不是乐器 敲击声音的好坏 和漫长的等待之间几乎没有了可比性 而更让他感到焦虑的是 如今中国的城市正在飞速发展 很多人都做着小房子换大房子 大房子换别墅的梦想 对于居所的重新定义 似乎也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可以铺设三百年不破损的地砖了 1989年大年三十的晚上 金梅泉从父亲手中接管了玉瑶砖瓦场 就是89年刚吃过年夜饭 就陈里面我们朝书记的一件 朝书记就把我调到那个中卧厂当厂厂 当厂厂后来十六月份 当年的十六月份 我父亲就哭了 没帮我都当了 就这样 金梅泉别无选择地成为了第五代金砖传人 背负着祖宗数百年的辉煌过往 金梅泉开始了他传承手艺的人生故事 在刚上任的一年中 他跑过工地 联络了过去金家的老客户 但都因为金砖漫长的制作周期 不符合时代的需求 而被人拒之门外 是应该听从朋友的劝告 缩减制作工艺盘活专场 还是成为孤独的守望者 改变和坚守 就这样摆在了金梅泉的面前 我想我父亲传给我 我们祖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这个工艺 真的 我考虑啊 虽然我们的玉瑶金砖 玉瑶专场 不赚钱 但是有一定的文化的内涵 1989年底 玉瑶砖瓦厂穷到了 背负了几十万的外债 发不出一分钱工资的地步 那时金梅泉 败别了祖宗留下的瑶厂 熄灭了 传承了五百年的瑶火 潜散了跟随父亲多年的老瑶工 回家做了农民 似乎玉瑶金砖的故事 在他手中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但人生的起伏 并非是金梅泉可以想象的 在1984年的春天 参考消息 转载了香港明星快报的一篇报道 说海外侨胞在北京故宫 目睹大殿内坑坑洼洼的地面 十分感叹 为国内金砖工艺的失传而惋惜 报道在时任玉瑶村党支部书记 曹福南的心中激起了波澜 烧造金砖的技艺 是玉瑶村人几百年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如果能借此解决金砖的销路 恢复玉瑶砖厂的生产 将会拯救这门濒临灭绝的工艺 无巧不成书 此时故宫博物院正策划着 自辛亥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整体修缮计划 而昆宁宫内外的地砖残破不堪 故宫正在为如何能够找到 与二百年前置地相似的金砖 而伤透了脑筋 1990年 来自北京故宫的专家 不远千里亲自登门 找到了金梅全 他们故宫的专家 他们那个故宫的主任 来考察的时候 就是那个那个 刚好我们 我们说说发大水啊 我记得最清楚了 发大水 那个故宫部院的那个理论的主任 这在我们厂的那个厂里面 全是谁啊 应到这里 他们就这样说 我应酷要粗糙的手工砖 我不愿意要光滑的 看上去很好看的机制砖 机制砖携带被去进故宫 他们这么一句话 所以这句话 对我非常根深蒂固的 很有启发的 五百年前 金家的祖先 曾经参加了 紫禁城的第一次修缮工作 此后 金梅全的家族 就与故宫有着割舍不断的情分 五百年后 祖宗当年的故事 似乎就在眼前 金梅全决定 重新召集工匠 用最古老的技法 再一次燃起玉瑶金 那一条火 根据金家口口相传的技法 金砖最为讲究的烧制方法 所使用的燃料 并非煤火 而是倒康 依靠的不是高温蒙火 而是火势均匀的 稳火 并且要连续被烧 整整两个月 金砖出窑前 还要经历一道特别的工序 印水 所谓印水 指的是一窑砖烧好后 必须往窑里浇水降温 当窑火熄灭后 工匠们就沿着窑墩外 又高又陡的砖梯 把水挑到窑顶 再从窑顶的几个小孔 渗入窑中 硬不好啊 这个窑没用了 开水的那个烧的声量 不好了 就是飞品 如果吓水吓得多 我们就水上 水上敲出来没有声音 如果吓得水 吓得水少量 量不到 烧开出来是黄的 颜色不好 所以呢 因此是整个烧窑 一个主要的过程 所以非常重要 出窑的金砖 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如果一批产品中 有超过六块 达不到敲之有声 断之五孔的程度 这一窑 就都算是废品 要重新烧制 1990年的那个夏天 金梅泉将自己精心挑选的 一百五十块金砖 从五门运进了紫禁厂 我没向他收一分钱 我说我扶上送给你 你做样品 他马上就扑下去 扑下去不是北京的东西很冷的吗 下了雪什么东西 因为昆宁公的后面 就是那个下雨下雪最多的地方 到现在要二十多年了吧 二十多年了 现在还没有谋生 还是发光亮 又是一天的清晨 金梅泉急匆匆地 担到旧砖窑 正在烧制的这窑金砖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印水阶段 一般印水需要十天左右 今天是第三天 但昨晚工人告诉金梅泉 印进去的水好像太多了 时间不长 金梅泉的大女儿金锦也赶了过来 现在金锦已经是金家 烧造金砖的第六代传人了 2006年 玉瑶金砖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金梅泉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但对金梅泉来说 把祖传的手艺传给女儿 却是一个现实而又无奈的选择 我当时有这个想法 我说我年龄大了 肯定也肯定要有人这般 这般呢 由于我们产生苦装内产 干这个一行的人比较少 谁也计 谁也传承 那么我想我女儿不来接 人家好像你 你自己也有小孩 你为什么不叫他们的接班 叫我们接班 因为接这个班 是不受欢迎的 不是每个人有渴望的 不受欢迎 苦严 苦严的 而且不算钱 谁也计 所以我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 我女儿我做了好长时间的工作 我想我女儿不来 带个头 谁也计 当时35岁的金锦 已做了十几年的小学教师 不但工作稳定 而且小有长就 但出生在这个金砖世家的他 还是辞去了教师工作 2007年2月的一天 当着20多位制砖老师傅的面 金锦从附近手中 接过了玉瑶金砖专用的三枚尖制印件 和一块祖传的制砖碰板 但这并非是金家目前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进入新的千年后 苏多的城镇把进城开始加快 玉瑶砖瓦厂所在地段 已被当地政府规划为商贸区 金梅全看着老姚旁如丛林般的高楼 知道自己必须要迈出搬迁的脚步了 首先第一个条件 要有这个土 我说我搬过去没有这个土 搬过去也没用 为了寻找新的厂职 金梅全学会了开车 但他的奔波一直没有收获 而窑厂烧砖不能离人 几位老窑工帮金梅全照看着玉瑶村的两座老砖窑 一部旧收音机成了他们唯一的解闷工具 而且晚上不能睡觉 晚上不烧 它没虎的呀 不能停的呀 烧制金砖其实并不赚钱 一块金砖不过一百来块钱 但付出的辛劳与时间 却并不合金钱等值 一些年轻的窑工 改去烧制相对挣钱多的 蟋蟀盘之类的工艺品 但老窑工们还是决定 坚守在金砖窑厂 永不熄灭的窑火 已经伴随了他们大半辈子 老窑外巨大的建筑工地不眠不休 玉瑶村也不再是昔日的江南水乡 古老的小镇正在成为现代化都市的一部分 随着一处处稻田逐渐消失 随之而来的还有作为烧摇燃料的稻康 已经无法就地取材 说到那个地方 现在那个融康没有 因为那个大米都是为你运过来的 不加工 不加工没有融康 所以现在我们烧摇的那个融康 都是为你运过来的 加金比较快 几经寻觅 金梅泉终于找到了新长区的所在地 向城区北桥镇的这块地方 水土环境与老窑相似 黏土的土质也和玉瑶村的非常接近 但当外加得知金梅泉除了要在这里建厂之外 还要使用这里黏土烧制金砖时 将出售的价格从三百万涨到了一千万人民币 对对 为了保证金砖的质量 金梅泉没有在另寻别处 而是和女儿商量将银行贷款一千万 最终购买下了这一块地皮 在新厂区建厂的那天 金锦正式接替父亲成为了玉瑶砖码厂的厂长 之后不久 通过查阅资料 女儿发现在古代金砖不仅作为建筑材料 有时候还被文人默克用来练习书法 为了节省越来越稀少的纯年土 厂里开发烧制了专攻书法练习用的练字砖 对女儿的这种创新 金梅泉感到十分理解 作为金家的第五代传人 自己烧制的金砖 同祖先们的一样 被安放在了故宫的深宅大院中 这是她最为骄傲的人生故事 但此刻 女儿开发出的一些衍生产品 只是想让古老的金砖能有所发展 能传承下去 在今天看来 这是必要的未雨绸缪 不过 无论是铺地也好 练字也罢 金砖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在于它的烧造工艺 在这一点上 妇女俩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开发出来的新产品 延续的依然是传统的手工工艺 2013年4月初 用于修缮北京十三陵的金砖 终于装车起运 当汽车扬尘而去时 新的砖辟又被送进窑中 于是窑场开始弥漫着 燃烧稻康的清香 渐渐地窑顶升起青白色的烟雾 飘向遥远的天空 当四周的乡村 正一点点地被钢筋水泥的丛林蚕食 当空气中不再飘荡着鸟鸟的吹烟 唯有古老的砖窑 依然不慌不忙地保留着一丝烟火 虽然我做得慢一点 菜量不高 不多 成本又高 但是我很自豪 是的 因为我还是尖锁了我们的手工工艺 没有失去我们 育儿金砖的那个意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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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